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豆大夫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治疗脾虚生化不足和孕化失常的药 它就是滋生丸 说起这个药 就不得不提方子的作者 廖西庸 廖西庸自重醇 是我国明代著名的 中医临床学家 中药学家 那么这个药呢 最早记载在 现行斋医学广笔记中 它用于治疗 富人 妊娠 脾虚呕吐 或者胎华不顾 兼治脏腑 调中养胃 肌能食宝 宝能食肌 平常人呢 可以用来调养脾胃 自生丸的药物组成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它制成了丸剂 它由人参 白竹 芙苓 陈皮 山楂 甘草 山药 山药 黄莲 义以仁 白扁豆 白豆蔻 货香 莲肉 择蟹 结梗 芡食 麦芽 神蛆 沙饵等组成 炼米为丸 嚼糊 炒米汤或者是橘皮汤冲下 首先呢 自生丸能够易气健脾 趋湿行气 清热 消食等多方面的功效 它兼顾的呢 比较周全 它所组织的病症首先是脾虚 而且呢 脾胃虚弱为本 导致了生化不及和运化失常 两大方面的功能障碍 当脾胃生化不及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气血筋液亏虚不足 最外在的表现呢 是形体消瘦 面色伟黄 第二呢 脾虚导致运化失常 体现在失着内生 谈失内生以后呢 病人的表现为大便糖蟹 失着内生之后呢 失血最容易困阻气机 导致脾胃气质 表现为胃中皮满或者是腐胀 同时呢 失着内生 失血欲久啊 就能够化热 所以导致大便糖蟹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 或者有一点点口苦 另外脾虚运化失常 容易导致食肌内生 这是伴随而来的 所以啊 针对脾虚生化不及 以及韵化失常两大主要病基 自身丸采用的方法 一面是生化 一方面呢 是韵化 对于脾胃生化呢 采用四菌子汤一起健脾 同时呢 要配五 乙仁儿 莲肉 扁豆 淮山 能够健脾 肾湿 止血 它呢 还可以兼顾一下 韵化失常导致的失着内生 对于湿邪内生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通过芳香化灼的方法 所以呢 就采用 祸香 沙仁 白豆蔻 来芳香化失 这三味药呢 还兼有平气的功效 针对于气机不畅 还配五尘皮 结梗 结梗呢 具有宣肺畅湿的功效 湿邪内生淤热 稍微啊 用一点点黄连 来清热除湿 针对于时机呢 则选用麦芽 神蛆和山楂 还有芊石 芊石呢 它可以意气健脾 同时啊 它还有固肾填经的功效 所以啊 滋生丸处方的特点就是 兼顾面比较广 标本兼致 那么既针对了生化不及 又针对韵化不及 既针对了脾须 又针对了脾须以后 所生成的湿着 气质 时机 生热 在临床上面可以治疗长期脾胃虚弱之人 以及经常出现认身呕吐 以及滑胎的人 好 本期视频就讲这么多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